我这里有320瓶的猪搅肉 我已经放在搅拌机上 我会加入1汤匙的清水 然后打磨2分钟 好了, 两分钟 我把它拿出来 然后我加入调味 还有其他材料 我会用1.5茶匙盐 1.4茶匙蒜粉 1.4茶匙姜 1.8茶匙白胡椒粉 1茶匙麻油 1茶匙米酒 1汤匙生粉 1汤匙木薯粉 1份蛋白 1个鸡蛋的蛋白 然后我把它搅拌 然后我会用一个大小的盘 在大小的盘 搅拌它一个长点的时间 下手搅拌 搅拌它5分钟 搅拌到它都起胶了 摸下去它有个黏性 之后我就搅拌它了 搅拌它15分钟 下一步我就做肉丸了 你见我预备了 一碗仔的清水 有一个匙巾 还有我有一支盘 铺了一张油纸在上面 让它不要黏着 它放下去的时候 那做法呢 我们就是用我左手 拿出肉 放在手心 接着就擠它出来 然后匙巾就碱点水 搅拌下去 一粒了 第二粒又是这样 就在虎口里擠出来 接着用匙巾搅拌起它 你看我正在煲一煲水 就要煲到它滚 另外肉丸方面 你的手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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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滑一点 表面也 那水滚了 接着就转中火 然后放些肉片下去 至于它浮面的时间 每个人都不一样 因为你的炉火 和看你做的肉丸大静小 我们就等到它差不多全部浮面 这样剥两分钟左右 它就浮了 拌一拌它 然后再煮多两分钟 好了 浮了面之后 又煮多两分钟 它已经熟了 我们可以撈它出来 好看 好看 有点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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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